冷气团来袭 民众习惯添购保暖电气用品 为了提醒民众使用电气要注意安全 东区东门长春会在庙宇集会场所 举办消防防灾宣导 搭配交通的安全知识演说 希望让家中长辈防范于未然 平安过个好年 年关将近加上冷气团来袭 民众使用保暖电气用品的几率也大增 但如果稍有不剩可能就引发火灾 因此有民间单位就主动举办消防防灾宣导 提醒民众注意安全 年关将近了 做一些防火防灾一些宣导 让我们的一些长者在今年的过年 能够过一个非常快乐安全的年 考量邻近社区长辈习惯以宫庙作为集会场所 因此防火防灾宣导 特别选在东区天衣宫来举行 搭配交通安全知识解说 希望让社区长辈们 平安过个好年 走路要走安战的那边 穿衣要穿更亮丽的 如果早上出门 想要再带一个帽子 带一个围巾 比较冷 手套再带一个 这样 喝酒不可以开车 那我们在这边提醒民众 一定不要关闭门窗 门窗不要紧闭 另外就是注意通风 另外如果说 你家里面是一氧化碳 比较有危险顾虑的场所的话 你可以提出迁移你的热水器 或是申请 增装新的热水器 不只是消防防灾宣导 交通安全也很重要 希望透过活动 让家中长者都能防范于未然 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得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